创作社剧团将台北文学奖的得奖剧本班上舞台 推出新作品Dear God 导演富裕会把这个作品当成他对上帝的祷告词 透过剧中角色提出他对上帝的不满与质问 导演也说他对剧场导演福洪峥 觊觎很久 在他的腰之下 福洪峥睿睽違多年再次登台 演出剧中父亲的角色 那是失望的 我们全都在执奔天堂 我们全都在执奔相反的方向 愿上帝的恩典胜利的交方 愿能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弥 创作社剧团最新作品Dear God 编剧跟导演都是虔诚的信服 他们从自我的信仰出发 面对人世间的苦难与罪恶 向上帝提出质问 借由一个演出来对上帝提问 当然这个提问问题 是不太有答案的啦 所以其实比较是我们自己的 内心的感觉 但有很多是我们的愤怒吧 所以其实这戏里面有蛮多 我对上帝不爽的地方 因为我想对他坦白 好好跟他谈一谈 结果他竟然回信说 够了请资助 看谁该不爽 谁该其次 这世界不同的善待卑微的人吗 发生什么事了 Dear God 展现了多线叙事的复杂结构 透过一位懊悔失去女儿的父亲 一个誓言替天行道的警察 还有一个在欲望跟罪恶感中 挣扎的男人相互交错眼神的故事 展现出每个人 极力想逃亡的矛盾情绪 而谁又能够真正的得到救赎 因为它关系到人跟天的关系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抽象 它落实在人跟人的交恶 人跟人的挫败 人跟人的冲突跟和解救赎 所以其实这是跟人跟人的戏 让我看看堕落长什么样子 你看人就回不去了 那就让我看看回头去长什么样子 Dear God处理了复杂的人性 包括罪恶 恨意 宽恕 堕落 死亡等 也扩及了恐怖攻击 海啸 基因病变等议题 全聚弥漫着沉重的气氛 我觉得我们的温馨 美好 或者是救赎 或者是移情 很容易是欺骗观众的 我不觉得人生是这样子 所以我做的方式是 人生是快乐地拥抱沉重 就是我们还是最后结局是沉重 只不过我们是用开心 温暖 跟接受的方式去拥抱沉重 创作色剧团的Dear God 邀请观众一起静下心来聆听 内心深处的真实声音 感谢观众 Jump